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次诺贝尔化学奖 这名科学家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决了数千年来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更是塑造了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 但当他在领奖时,却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嗤之一鼻 甚至抗议该奖项的颁发,这便是史上最具才华 却又充满悲情的科学家弗里茨·哈勃 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当时全球流行鸟粪贸易 而在壁鲁海岸附近的岛屿上,聚集着数百万只海鸟 其中的排泄物更是积累成山 很快这里的鸟粪生意迅速火爆起来 价格一度飙升到了每斤76美元 相当于用四斤鸟粪就能换一斤黄金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如此热衷于鸟粪呢? 这就必须从人体的内部说起 首先,人类DNA所包含的五种化学元素为氢氮氮氧氧氧氯 其中氮氮不仅是构成蛋白质 氨基酸的必要元素之一也是血红蛋白的一部分 更是DNA和RNA的核心成分 因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氮 虽然我们通过植物和动物来进行摄取 但植物却只能通过土壤来吸收 由于年复一年的种植 终将会面临土壤中的氮消耗殆尽的一天 从而使作物无法健康生长 导致粮食产量的减少 为了提高土壤中的氮含量 就需要使用含氮量高达20%的养分 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 使全球对氮的需求非常之大 很快于1872年 这里的鸟粪就已经所剩无几 在当时,英国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 就曾发表过一个可怕的预言 如果世界无法找到另一种能够获取氮的方法 那么,整个人类将会因大饥荒而所剩无几 但问题是,在我们周围其实并不缺少氮 就比如空气中有78%都是氮 只不过这里的氮分子 是由两个氮原子以三重件结合而成 十分的牢固 无法直接被人类和动植物所吸取 如果想要使用它 要么用闪电破坏掉三重件 分解成个体氮原子 形成氮氧化合物 并与大气中的水滴发生反应 降落至土壤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靠天吃饭 或者用土壤中的细菌打破氮的化学件 而这却无法大规模产生氮化合物 于是化学家们不断地寻找 能将氮气转化为可利用的方法 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最终于1904年 德国化学家弗里斯·哈勃在一次实验中 发现了一种高效的方法 他先将一小块额片放进压力容器内 然后将氮气和氢气进行加压加热 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 哈勃发现以额片作为催化剂的氮气 其三件会发生断裂 再与氢原子结合 使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中合成了氨 之后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巴斯福 将哈勃的工艺商业化 至此氮肥的发明 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不仅使粮食的产量激增了四倍 养活了数十亿人 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中 地球人口暴涨了四十亿人 可以说我们如今的生活 都要归功于哈勃的发明 而为什么就是这样一项伟大的成就 却在诺贝尔颁奖圣典上不受待见 其实一切都要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争爆发时 哈勃便自愿参加了军队 但与如爱因斯坦一样的和平主义者 不同的是 哈勃是个极端的爱国者 而他参军的目的 正是希望利用自己的才华 去帮助他的祖国赢得胜利 在战争爆发数月后 德国军队很快就用尽了炸药 由于硝酸胺不仅是一种出色的肥料 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爆炸物 于是哈勃决定以安为原料 将其改为制造用于爆炸物的硝酸盐 而他的工厂也摇身一变 成为了德国的火药库 从空气制面包到空气制炸药 哈勃认为 化学可以为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1914年12月 他又试图制造出一种比空气重的 低浓度致命气体 用于沉入敌人的战壕中 并将目标锁定在了氯器上 虽然当时遭到了所有人的极力反对 但哈勃却坚信 如果战争能够以这种方式更快的结束 那么将会拯救无数人的生命 于次年4月 随着微风吹向了盟军的战壕 释放出168吨妖艳的利器 很快便横扫了整个盟军阵营 任何吸入气体的士兵 都会经历可怕的死亡 由于氯器会猛烈刺激肺部的粘膜 导致肺部充满大量泡沫状液体 最终在极度痛苦中窒息而死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一战中 有超过10万名士兵死于哈勃的化学武器 而这种滥用科学的行为 也为他招来了极大的争议和批评 甚至一度被视为战争罪犯 最终于1934年 弗里茨哈勃因心力衰竭 在一家酒店去世 结束了这传奇而又矛盾的一生 虽然他的科学贡献无法否认 如果没有氮肥料的出现 全球农业将无法存活 但作为科学家的他 又用自己的知识 亲手发明出臭名昭著的化学武器 而后人对于他的讨论 究竟是对还是错 是天使还是恶魔 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 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欢迎订阅